神犬汪汪 恭喜你們 這個禮拜又看得到他了 看一天少一天啊 哪一天要掛都不知道 有沒有 218i好開嗎 就這樣啊 買菜車啊 就是 我跟你講 真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們不是專業的試車手 我們 我的字典裡面 對車子而言 只有好開跟不好開而已 就這麼簡單 這個就算 好開而已 就是順順順的 也沒什麼大毛病 就這樣子 油門打下去一直去 油門放掉 董仔 董仔打下去 董仔會掉 這樣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狀況 汽油混用有什麼看法 我沒有試過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跟你講 W214 我跟你講 W214我已經買回來快半年 可是那個 我覺得要研究 研究透徹 因為坦白說齁 對於老兵是我 玩的機會 跟玩的經驗也不是很多 我以前 最早只開過 C-Class 那個是W多少的啊 我都已經忘記了 W202吧 對 我以前只有開過W202 再舊的我還沒有玩過 所以齁 我覺得 因為現在 不能亂講話 亂講話會被炮 很久以前有收過瓦斯車啦 可是收過一次以後 就不敢再收了 因為 很虛啊 改過瓦斯很虛啊 而且大部分 改瓦斯的都是 Dawaday Dawaday就是 計程車 開電車 R32其實齁 我遇到蠻多台 不是里程數很高 就是內裝 保持得很差 然後 要不然就是改的 狀況不好 因為那個車 我覺得 有 有很顧車的 有顧得很漂亮 它要賣添加 好所以有時候 車子到老的時候 你們出去買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 齁應該就是會這樣 就是 狀況好的 要賣很貴的價錢 很虛的 要賣你很便宜 你也買不下去 因為回來要花很多錢 柴油車 B&W會不會有很多毛病 我不曉得欸 因為我 我都一直在鼓吹說 我們竟然都要買雙B了 就不要買柴油 因為我 我還是覺得說 柴油是一個過渡產品 我認為啦 以汽車來講 因為事實上齁 全世界的統計起來 其實柴油的用量比 汽油其實還高 很多人不曉得 因為柴油就是 給很多 軍用 或者是重工業 起重機那些在用 齁 因為它扭力大 爆發力大 溫度低嘛 所以騎 還有還有輪船 對不對 現在那個有沒有 喔不是啦 那個 螺絲浮號 那個好像是核能的 現在很多那種輪船 油 油輪有沒有 那個都是用 柴油 所以其實以整個統計起來 應該柴油用量 其實是比 汽油還要高的 啊只是說 我 我覺得我對於那個柴油的 運轉品質啊 聲音啊 然後跟它的 排煙啊 或者是酒來所 擠出來的那些碳啊 我都覺得 不太能接受 因為我們買高級車 我們要享受的是 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你買了一台高級車 開兩三百萬 然後滑起來跟它 騎打 人家想說 媽 你開到門口有沒有 開到住宅區樓下 人家以為宅機變來 黑貓來了 奧德賽或PREVIA 我比較喜歡哪一台 其實我都不太喜歡 因為我覺得開那個車 很像在開公車 可是認真講喔 我坦白講 如果以現在 一馬 Now 我要去買一台 七人座的車 奧德賽跟PREVIA 我可能會選PREVIA 因為 我覺得 PREVIA比較成熟 基本上喔 如果我說啦 我說開Vios 是放棄人生的一台 好車的時候 那你第二次放棄人生 就是什麼 你要買七人座 要載爸爸媽媽 要載小朋友的時候 那是你第二次放棄人生 那你還是選PREVIA 就好 因為它出的週期 時間很長 然後它的後勤整備 妥善率都有 相當的水準 那我不必去挑戰新的東西 奧德賽是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我的個性 其實我不會 如果我自己要留下來用的東西 我不太會去挑戰那個 新的東西 我 我的歌 對車是這樣 對車是這樣 我是不建議啦 因為手牌驗車真的很麻煩 真的啦 而且齁 你以POLO 05年的POLO這種東西 每間驗車廠都知道 這個POLO沒有出手牌 所以你一遇到驗車 你就很麻煩 以前比較快樂的時候 我就會跟你講 直接改手牌了 沒有第二句話 那現在不是那個快樂的時候 所以沒辦法 其實在家瑋哥拍之前 在剛發生的時候 其實就有網友跟我講 可是我真的最近 公司事情其實真的蠻多的 齁 然後再加上我也現在在應徵人 人不夠 然後所以我現在對泰商很好 因為我怕他跟我說他不幹 18年是Sport SWIFT 買了啦 我跟你講那絕版了啦 SWIFT Sport就是要買了啦 要絕版了啦 買下去就對了啦 為什麼很少賣SUBARU的車 SUBARU的車跟福斯的車奧迪的車 我除非 我知道他的車況很好 或是里程數不高 我通常比較有機會賣 或者是剛好有客人跟我換進來的車 那我檢查後覺得可以賣 我才會賣 所以 就比較少了 所以就會比較少了 還是有啦 偶爾99還是有 HILLIS就是買SUBARU的啊 案例齁 上個禮拜一個案例是那個代標的 代標的 他說他有一個 他是幫 我是聽到 轉述的啦 轉述的 他是 他朋友是一個 香港來台灣的 那算華僑吧 還是在這邊工作定居 我不曉得 反正就香港人 在台灣買車 然後就早上了 因為看那個網路上價格很便宜嘛 那後來打去問是代標車 然後代標車去 標 然後跟他講了說 喔他的 這個預算啊 等等 之後齁 然後就 簽了一些東西 結果最後那個 我覺得這真的 最悲慘的故事 他那時候 好像就後來就回香港了 那有一段時間接不到電話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那個代標業者 我是不知道他簽約的內容 反正就是齁 他回來的時候 那個 跟他簽代標的人員 跟他說 我已經幫你買好車了 然後是一台ASIO 多少錢 具體我忘記了 那個訊息我真的不記得 齁 反正幾萬塊的ASIO 不知道幾萬 不知道五萬還八萬 然後 狀況很差啦 他們去看車 就是外觀也很爛 然後 車子也沒位 然後就破破爛爛的這樣 然後他們就表明說 這個你沒有經過我同意啊 什麼什麼 我不要交車啊 然後反正 對方當然就不理他說 你跟我簽訂合約 就是我聯絡不到你 我有幫你這個 可能幫你決定的一個 權利還是什麼 弄半天 反正最後就是 他 不得已 他還是去交車 然後 交回來以後 他就去報廢了 交車的當天 他就開去報廢 真的很慘 那當然我不知道說 他們簽約的具體內容 那只是我覺得說 我還是跟大家 奉勸大家 我比較提倡的是說 不是說所有代表業者都不好 而是說 我覺得我比較提倡的是說 你為什麼不 看得到東西 摸得到東西 試得到東西 你再去買 你為什麼要 付人家錢 然後 會換來一個 你不知道是什麼 長的什麼樣的東西 那感覺就是齁 你要娶一個 越南新娘 對不對 還是烏克蘭的 你訂金三十萬先給人家 然後 然後傳幾張照片來 那個片是騙人的片 然後你看了照片說 好 這個我買了 一百萬都給他了 烏克蘭的 來了以後變烏克莉莉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嘛 沒有辦法驗貨 對不對 你就趕快去擠 一字排開 對不對 還肥厭瘦 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我要哪一個 還是打槍 有沒有 你看得到的東西 你在點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先給人家錢 對不對 然後 不知道 在那邊緊張說 我不知道會得到一個 什麼樣的東西 我跟你講啦 你去酒店打槍 再打槍 越後面進來的 越爛 永遠齁 都是第一輪的可以挑而已 我不騙你 你下次去試試看 第一輪你打槍齁 後面會越換越醜給你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伎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比較出來的嗎 他一開始給你 還好的 再給你更漂亮更漂亮 你就會一直 一直換 一直打槍 所以他 其實第一個 還能看得永遠都在第一次出來的這一群 然後後面來的 越來越醜 越來越醜 你想說 不行了 再這樣下去應該沒什麼好東西 那你給我第一輪 左邊算起來第三個 穿那個 紅色 紅色制服的那一個 你一定都回過頭來點第一輪的 你信不信 所以打槍是沒有用的 第一輪能選就快選 好不好 反正 我還是跟奉勸大家就是 看得到東西摸得到東西 試得到車 然後我們多少錢 講好 我們付錢 對不對 不要去給人家訂金 外匯車也一樣 給人家訂金 傳幾個Cartex 傳幾個資料 Cartex也不知道是真的 還假的 對不對 然後照片 哇 朦朧美 拍得很藝術 夕陽 拍得很漂亮照片傳給你 對不對 結果來了 然後 還有一個案例 阿 還有一個是那個阿 熊熊有沒有 熊熊打籃球了 熊熊有沒有 網友問我說 欸 那這個事件我的看法是什麼 那個喔 其實很簡單 那個我在之前的節目 就跟大家講過了 如果當你要買車 你周遭的朋友 非常的熱心 齁 我跟你講 我 我認識一個媽的哪裡哪裡 有沒有 阿然後很熱心喔 他住新莊 對不對 阿你住在 台中 對不對 他說他媽的還開車去台中接你 帶你去買 有沒有 這麼熱心的朋友 是不是很少見了 你如果當你要買車 你一個朋友很熱心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覺得說 有點問題 那 我當然我有大概看了一下 內容啦 當然各說各話 那他們也在法律處理了啦 可是我光這樣子整個看起來 我會覺得說 是什麼樣的關係 可以說 泰山幫我找了車 然後 說 阿這個真的可以買 結果泰山說 我已經先幫你買了 今天如果說是 買一個媽育飯糰 對不對 麥當勞漢堡 泰山可能會先幫我店 先幫你買 反正你不吃我吃嘛 可是今天是車子餒 今天是車子 為什麼會有人說 阿先過戶給我 先幫你買 靠這樣熱心的事情 我覺得齁 有時候你們自己齁 我常常在跟大家在直播上面 剖析一些 人性的東西啦 人性的 當然 對 那個Howard講的沒有錯齁 我有一個保留的態度是在於 也許 我不知道這兩個人的關係是什麼樣 對不對 你如果說假設 我說假設齁 是很close的朋友 那可能 有可能會這樣做 阿你需要車 我覺得這車真的很棒 所以我就先幫你買 對不對 或是我想打你 或是 甚至我們根本就是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這樣做 除非很close的關係 有可能這樣 但是如果只是很單純的朋友 當然現在各說各話 對不對 你站在女方的角度 一定要說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 那站在另外一個角度 是怎麼樣 每個人說的不一樣 所以我是 我是就事論事 這個事情 如果只是單純朋友的話 幫忙買幫忙過戶 先過我的 也太熱心了一點 說實在 是覺得有一點 蹊蹺的感覺 阿不過 這就是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就是說有時候 我之前就提醒大家說 當然 像 我這邊很多客人 都是介紹來的 甚至有很多 我今天去估一台車 是一個 年輕的媽媽 然後 他就說 我就說 欸阿你怎麼會找到我 他說 我女兒是你的粉絲阿 我說 哇 怎麼會有女孩子看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後台喔 女性觀眾只有3%而已 我說 哇那很棒喔 你女兒就是那3% 他說對啊 他跟他爸爸每天都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所以他就說 賣車 他們公司主管要賣車就找我 所以 我有 我有聽過很多這種 通常你像這種朋友介紹 你也只會講說 喔你要買車喔 我推薦你阿 有一個YouTube小師阿 你可以去follow一下 喔他的粉絲專頁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 你追蹤一下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你可以參考看看 大部分就僅止於此嘛 對不對 然後再好一點的朋友 像 我那一天去看 B&W新車 我也是跟我同學講說 欸走了看新車了 然後 他就開車載我去 這是真的是 認識二三十年的朋友 然後就一起去看車 但是他會不會說 欸我已經先幫你買好了 對不對 今天我沒去 結果只有他去 然後回來跟我說 欸訂單在這邊我幫你買好了 我跟他認識三十年 他也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蠻有趣的啦 我覺得大部分都僅止於說 欸你可以去追蹤一下 或者是說 欸我在那邊買的 我感覺還不錯 你可以參考看看 我覺得大部分朋友的關係 就是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阿這是人性嘛 對不對 現在 現在 國中同學好久沒聯絡打給你 說欸 泰山你現在在幹嘛 都沒有 欸要不要出來喝個咖啡 對不對 泰山想說 你是直銷是不是 喔沒有沒有 不是直銷 阿你做保險 沒有沒有沒有在做保險 阿泰山就去了 結果欸你好我是圍商 一樣意思 靠腰 還是重 還是重計 上次我有一個 專科同學 哇十幾年沒見 打給我小事 你現在 你現在做得不錯 我可以去拜訪你 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有點警戒嘛 阿你現在是在做 保險嗎 還是在做 直銷什麼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是在電子業 欸我都放心了 對不對 同學真的要來找我們聊天嘛 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結果幹 你知道是什麼嗎 子依神教 喔幹他叫我入教 喔我那個公立 我跟妳講喔 我有一陣子憂鬱症 然後我去那邊 哇 參加幾次法會 現在你看我多快樂 多開朗 法力無邊 什麼什麼什麼 都一共 太屌了 我第一次遇到 子依神教 屌了吧 那個已經是 兩三年前的事情 沒想到 防不勝防 對不對 講到YouTuber喔 最近還有遇到一些案例 我在這邊做一個 我沒有在攻擊任何人的意思 好不好 我前提之下 我一定要先講 因為我坦白話講 我們現在以二手車 的YouTuber來說 其實 我們已經算是走在 稍微前面一點點了 所以我不是要去攻擊任何人的意思 好不好 大家要明瞭 我接下來的話 不是要攻擊任何人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說 就我遇到的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有粉絲齁 之前跟我講說 他覺得他被一個 滿有 他覺得滿有名的 YouTuber的二手車的 他跟他有一些 小小的糾紛啦 我先不講 他跟我敘述整個事件的過程 他裡面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覺得這一點 我必須要跟大家宣導 他說 我覺得對方是YouTuber 應該沒問題吧 我覺得這個是我觀察到 有很多錯誤的觀念 呃 不是做YouTuber就沒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把拍影片做YouTuber 就等於沒問題這兩件事情 放在一起 喔 藝人都會吸毒了 對不對 他當藝人他就不吸毒嘛 對不對 藝人 他當了藝人他就不能詐欺 就不會詐欺嗎 對不對 他就不會找小三嗎 還是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 喔這個人 敢出來拍東西 敢當藝人 他就不會做壞事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關聯性 很奇怪 我覺得這樣觀點 不能這樣想 就是說 喔好像 有拍影片了就沒問題 不是喔 絕對不是 相信我 你們還是必須要 呃 去注意說 到底 本質是什麼 因為有人拍影片 他是為了錢嘛 對不對 那追根究底 為什麼會有糾紛產生 就是錢嘛 他為什麼會跟他有糾紛產生 說穿的不就是錢的問題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我覺得 我在這邊宣導就是 拍影片 不代表任何事情 真的不代表任何事情 千萬不要覺得說 喔他有拍影片 他就 他就不會怎麼樣 啊我 我也是啊 對啊你可以懷疑我啊 你來我這邊看車 你也可以懷疑我啊 你也可以說 喔假設我要去驗來英 我要去驗什麼 我們都OK啊 我們不會抱著一種心態說 好像 你來了你就必須要百分之一百相信我 那我覺得 用這種心態做生意也很奇怪 所以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大概敘述一下過程啊 這個也是我想宣導的 事情的其中之一齁 這個招式在以前就很常見了 年式 他現在他覺得他受騙是說 比如說他覺得他買一台2016年的車子 齁 從頭到尾呢 對方在廣告上PO的 他在現場講 都在講2016年 2016年 簽合約的時候呢 出廠日期是2015年11月 齁 奇怪 他買完了回去一看說 欸 他不是說這個是2016年的嗎 怎麼出廠日期是2015年11月 那他就跟他聯絡嘛 他說 你這不是2015年的 你不是跟我說2016的嗎 他說喔對啊 2016年4啊 2016年4沒有錯 我們這個中古車都是在說年4的 沒有人在跟你說什麼 出廠的啦 齁 那這個 這個就是很多以前齁 齁 我再載20年了 這一招大概已經用了十幾年了 就是其實車子他在製造 他在2015年的時候會製造2016年的 形式的東西嘛 然後他2016年販賣 他提早做啊 可是很多車行在PO廣告的時候 他就會PO我這台車是2016年 可是你想想看喔 一台車 15年跟16年 15年出廠跟16年出廠 可以差3到5萬以上 好看車子的等級 當然我也不知道他買什麼車啦 我也沒有問我也不想問 所以他PO2016年 他又PO15年的價格的時候 當消費者 你在搜尋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容易搜尋到說 欸這台16年的賣的價錢 跟人家15年的差不多 那你是不是就會偏向說 那我要去看這一台 因為他16年的價格 他PO出來廣告的價格 16年的價格跟人家15年價格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覺得那我要去買這一台 因為你比較便宜嘛 對不對 結果2015年出廠 但是喔 我講真的啦 不要說差兩個月 就算差一個月 12月跟1月 你車商在收的時候 車商在收15年12月 跟16年1月的車 我告訴你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配備 一樣的顏色 一樣的里程 我告訴你價錢就是不一樣 你就是15的 那當然要依照這個車的年份嘛 你假設你是雙逼100多萬的車 差一年就差個8萬10萬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你如果一般新一點的國產車 60萬的國產車 差一年也要差5到8萬 那你就知道說 所謂的差不了多少 就是差這幾萬啊 那不就是錢的問題 你當初也是因為他便宜了幾萬 你去跟他看 你去跟他買 可是這個就是在廣告上的一種手法 如果這台車是2015年12月的車子 當初 車主新車在買的時候 他的折扣有可能是比較大的 有可能啊 對不對 那通常他如果買到是16年出 出廠的車子 他有可能折扣的幅度就 沒有這麼多了 那為什麼我說 我很簡單啊 車商去沽車的時候 你15年出廠 哎呦 你這個不是16 你這15的 然後在賣給你的時候 我這16年試的喔 我這16年試的喔 這就是一種兩面手法嘛 我收的時候說 你這15年欸 賣的時候 我這16年 這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廣告 行銷 沒有什麼大不了 只是說 那我講一個最簡單的啦 以前喔 Pojo 雷諾 我記得在2007年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207 標誌207喔 有一批車 2007年就在法國生產 然後來到台灣了 然後 他賣出來的時候 是11年的時候 賣出來 中間差了5年 那我問大家 他是讓11年的價格算 他是讓07年的價格賣你 你能接受嗎 他11年賣給你07年的車 他說我這新車喔 我只是擺了4、5年而已 11年才領牌的 那我要賣你11年的價格 你接受嗎 再來這是07年就做好的喔 你要嗎 你要買嗎 誰要買 再來一個 那照這樣講 外匯車 對不對 在美國 2016年就生產了嘛 然後開開開開開開開 然後船運運進來 我現在2020年賣給你 2020年才領牌耶 阿我們這都算2020年 阿他年事雖然是16 我跟你講 他是18年事的 17年事的 對不對 賣你17年 不要說賣你20年的 賣你17年事就好了 所以要看出場的日期 好不好 我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個就是 廣告的手法 跟你在簽契約的 我覺得消費者也有問題嘛 你在簽契約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我自己齁 我面對過很多的消費者 消費者在跟我 抱怨的時候 也許他有少說了一些東西 那你說消費者沒有問題嗎 我跟你講有 什麼問題 你簽契約的時候 你就該看到2015年生產 你不是跟我講 我回家以後 才看到是2015年生產 那這就有問題了嘛 你簽契約的時候 你怎麼看不到 為什麼你回家才看到是2015年 我跟你講 簽契約的時候 一定也要 一定也要看清楚 反正不管他怎麼玩年事 說什麼年事年事嘛 你只要看到出場不對 簽契約的時候 他一定要寫正確的出場日期 他只要寫的 跟講的不對 那你就知道 就不要簽了啊 你要簽 對不對 除非他拿槍抵著你 對不對 再來第二個 那個明路有講到一個重點 第二個這個消費者 他跟我反應的是 他說他賣他車 沒有簽定型化契約 那這個第二個觀念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現在出去外面買 買中古車 請指明 我要簽行政院的 定型化契約 好不好 不要簽那種 一本的有沒有 然後 複寫 撕一人一張 然後隨便吵吵 了事寫一寫 不要去寫那種 一般的那種契約書了 好不好 現在買車就是要鼓吹大家 你看現在很多聯盟 大家都在推嘛 有沒有 說我們都一律使用定型化契約 所以要記得一定要簽定型化契約 這也是他第二個跟我阿Q的點 他說對方跟他沒有簽定型化契約 那第三個 他的阿Q的點是說 他覺得利息太高 他不想買 後來定金被吃掉 他覺得 後來他覺得定金也太高 他發現了第一個 年事問題 第二個 合約的問題 那第三個 他覺得 貸款分期的利息太高 那他就跟對方講 我覺得太高不想買 然後對方就說 那這定金不能還你 那是你不想買 OK 那 這個有 幾個層面可以探討 首先 這個 利息太高這件事情 應該要提前講好 你在簽約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跟對方講說 如果 利息超過幾% 那 合約就失效 我就不買 然後你定金要還給我 你一定要註明 大部分的合約 如果不是定型化 啊定型化 連定型化契約都沒有這個條文 喔 定型化契約是說 你如果不買 你的定金被沒收喔 所以你一定要加注 你如果對於這個 利息的%數是很在意的 你在買之前要先問 那你覺得利息大概幾% 假設對方跟你說 這個利息大概5% 你就說好 那如果超過5% 我不買 請你幫我寫在上面 那這樣子你才可以把你的定金 拿回來 齁 你才可以把你的定金 拿回來 那其實我覺得 這一點 就不一定說是 車行的問題 我覺得消費者 你本身你 前面你也應該要先 了解一下說 那利息大概是多少 齁 然後如果 太高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嗎 我可不可以退定金 或是怎麼樣 齁這個我就覺得是消費者端 可能你沒有太 沒有溝通清楚 齁 那 再來一個他說 小絲 因為 他沒有跟我簽定型化契約 所以 等於 沒有省月期 因為定型化契約的第一條就是 這個契約要有省月期 就比如說 三天內 買方可以後悔 我可以帶回家 審核 我不想買 我可以後悔 但是我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齁 不管你們簽的契約 是不是定型化 都有省月期 不要以為 只有定型化契約 你才有省月期這件事情 其實就算你簽的不是定型化契約 都有省月期 齁 你都可以去表達說 我想要省月期這個東西 CAMBERRY跟K12建議哪台 沒有 這兩個是張飛跟岳飛啊 CAMBERRY就是家庭用車啊 K12是年輕人在用的車啊 大小有差 稅金有差 馬力有差 那要看你需不需要空間啊 後續的保養妥善率都不錯啊 那其實年份 就他們出的年份 12年到 16年 12年到16年的話 基本上 以車礦為主 哪個年份都沒有差 檸檬哥會不會問題很多喔 你當然如果跟一些主流的產品啊 Suzuki啊 Mazda Honda Toyota 比當然毛病是稍微比較多 而且料件是比較貴的 掰掰 掰掰 下次請找齁 掰啦 大家晚安